嗓音是上天赋予的 然而努力和善良是他自己的选择 Coco在他48年的生命当中 选择并实践了善良 据说他的那位先生是一位加拿大籍的富豪 哪怕你是加拿大籍 你也必须生活在加拿大这片土地上 三毛用他的书用他的生命告诉了我 生命要去流浪 大家好 这里是涛涛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们今天聊一个不是那么轻松的话题 昨天晚上我突然听说 李文Coco离世了 48岁 我自己算是李文的半个粉丝吧 喜欢他在李安指导的 《卧虎藏龙》里边那个主题曲 《月光爱人》 我在前几期的视频里边曾经说过 《卧虎藏龙》的完整影片 我还是在蒙特利尔的电影节里面看的 李文的世事 在华语圈和英语圈都很轰动 这个是因为李文虽然是在中国香港出生 但是他十几天后来是在美国长大的 有美国国籍 同时他也是第一个在奥斯卡班检舞台上 演唱歌曲的华人歌手 我第一次知道李文这个名字 还是在我大学毕业上班不久 在那个时候满大街的都是卖盗版光碟的 我那个时候对音乐稍微有一点点发烧 买了好多盗版光碟 里边的女性音乐人 我现在回忆起来 应该是有英语歌手卡蓬特 他的最有名的歌曲是 昨日重来 Yesterday Once More 美女小提琴家陈美 以及李文coco 其实呢 我对于这个明星八卦类的这些新闻 没什么兴趣 谁又闹婚外情了 谁又劈腿了 一点都不关心 因此 有关李文离世的消息 还是在电话里听朋友说的 当时的感觉就是非常的震惊 因为李文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 一直是开朗乐观随和 像一个邻家小妹 他的嗓音是上天赋予的 然而努力和善良是他自己的选择 我一向对选择善良的人有一种极度的好感 据说李文的离世和他患抑郁症有关 而抑郁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先生的婚便 从香十八年到花了几亿元的世纪婚礼 到后来的婚便 之间恍然而过 往事成烟 人去楼以空 据说他的那位先生是一位加拿大籍的富豪 可惜我在上几期的视频中还对于加拿大的奶爸赞叹有加 然后忽然似乎想通了一点 也就是哪怕你是加拿大籍 你也必须生活在加拿大这片土地上 当然婚姻如邪子 这是冷暖自知的事情 他们婚姻如何 我们外人也无从评价 也无权评价 只是听说在李文生病期间 他的先生对此不闻不问 他的妓女也就是先生前妻的两个孩子 以前跟李文的情感很好 但是这次在李文生病期间也不闻不问 据说这些对李文的情感上的打击都非常的大 以至他最终选择轻生 青春一老 红颜薄命 在华语女歌手里边 除了Coco以外 我还喜欢苏瑞以及奇遇 说到奇遇 又让我想起了三毛 奇遇除了唱过 波若波罗蜜多心经以外 最著名的一首歌就是 橄榄树 而这首歌词的 作者 就是三毛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 故乡 在远方 流浪远方 远方 为了 天上飞翔的小鸟 为了地上川流的小溪 为了宽阔的草原 流浪远方 远方 还有还有 为了那梦中的橄榄树 三毛离世的时候 也是48岁 我读三毛 最疯狂的时候 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利用晚自习的时间 把所有在市面上能够寻找到的 三毛的作品 全部买来读 雨季不再来 撒哈拉的故事 哭泣的骆驼 等等等等 一大堆 现在想想 我目前的满世界散居的这种 状态 绝对是受了 想当年 三毛的影响 以及那首 奇遇的 橄榄树 我上大学读 三毛作品的时候 去找到他的照片 看 惊为仙人 一下子就对 撒哈拉 对旅游 对探险 对到世界各地去流浪 产生了强烈的冲动 后来有一段时间 似乎自己事业有成 再翻过头来 看三毛的照片 觉得也就是一个普通女子 大概在一两年以前吧 我突然之间又来了兴趣 想把三毛的作品再重读一遍 这个时候 再去看三毛的照片 又发现 照片里边的女子 神情脱俗 捉耳不群 宛若仙人 我忽然之间 明白了 看山是山 看水是水 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看山又是山 看水又是水的境界 这么多年的漂泊 这么多年的流浪 这么多年的海外生活 现在想起来 是三毛和三毛的作品 已经融入在我的血液里 而三毛 于1991年 离开了我们 年仅48岁 在三毛去世后的十年 我踏上了去国淮乡的旅途 而如今 又一位48岁 美貌 热情 善良的林家小妹 离开了我们 三毛用她的书 用她的生命 告诉了我 生命要去流浪 我已经实践了 而且还将继续实践下去 Coco在她48年的生命当中 选择并实践了善良 我非常有幸 生活在一个和平而善良的国家 生活在一片善良的土地上 善良是人类的底线 如果重新选择 我依然会选择善良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让妈妈妈和她的七只小鸭 请爱我 一万年 用心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